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授予各种各样的奖 也不是被数不清的灯光和人群包围 做最众心朋友的那个 说到底他也是和我们许多普通人一样 在退去繁华之后 最重要的还是那一份纯粹 甚至在他说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惊讶之余也心中济然 可以说这是传统教育下 最朴实无华的理想生活了 在那个采访中 肖战谈及了自己的一次厦门之行 去过厦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那里山清水秀 海风袭袭 偶尔的一阵风吹 也让人心旷神意 让人感叹于景色的迷人 也沉浸于那里的慢生活 是的 慢生活 为此肖战也坦言这一次的厦门之行 让他能够找到自己将来生活的影子 节奏不要那么快 有闲暇的时间 来思考一下自己接下来要干的事情 这就是他的理想生活 肖战的理想生活 就如同他喜欢的清音乐一样 都是能够让人静下来的 其实呢 这样的一种理想生活 对于我们许多普通人而言呢 也同样向往 在各大城市中奔忙打拼的身影 从早到晚 比比皆是 他们或是穿行 或是结伴而行 又或者是愁愁独行 但是呢 无论哪一种 都跳脱不了 匆匆二字 简言而知呢 关于节奏太快 肖战和我们都感同身受 都是生活的一方 也都有所束缚 诚然肖战所言的节奏太快 还是因为娱乐圈中 各种各样的通告 那每一个灯光下耀眼的时刻 都离不开背后的匆匆步履 以及汽车飞机上的难得休息 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 其实是用没有休止符的音乐来催促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们见到了肖战的态度太多通告了 纵然这里面有粉丝的惊喜 满足也有肖战的尽职尽折 这是他的秉性所在 也是很多粉丝喜欢的所在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 肖战关于理想生活的这份感慨 理想生活谁没有呢 谁又何尝不曾向往呢 这是心底最情诚与纯粹的地方 而肖战的理想生活 就如同他喜欢的轻音乐一样 都是能够让人静下来 只要静下来 一切也就都会好了 看到肖战关于理想生活的论述 再次感受到肖战身上的人间烟火 也感受到了他与你我 普通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贴近 是啊 肖战就和许多的普通人一样 另外在9月初 网上曾有消息称 肖战将会参加2020年央视的中秋晚会 而且作为只关注肖战的小编 也在打开某些软件之时 自动推送的也都是这一类相关的消息 并且上网查询 有很多业内人士都在爆料中透露 肖战确有可能参加 更要网友们惊讶的是 网上也有许多打着这个噱头 全方都没有明确此事 而在9月4号 央视官宣的部分中秋晚会嘉宾的名单当中 并没有肖战的名字位列其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视并没有公布全部名单 并且表示后续还将有更多神秘嘉宾空降晚会 这个悬念再次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不过具体能否参加 也让我们一起等待最后的官宣 毕竟肖战方最近也是空降部队的 具体还是等官宣吧 慢慢来吧 不过9月6号 肖战影音会到时发起了征集生日头像的活动 距离肖战29岁生日已经剩下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次为期13天的头像珍级活动 目的也是为了和粉丝们互动 让大家看看有才华的粉丝们 其实影音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不能够像其他艺人一样在线下大规模的应援 咱们家赞赞可是呼吁过不应援不空评的 希望更多的网友们把时间放在其他有余的事情之上 比如说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公益活动的 近日福州晚报报报导了福州销顶作品 朱仙上榜国家图书馆典藏网文作品 这次报道选用了电影朱仙一的海报 并且提到这部作品在去年中秋影视作品当中 成为网友们共同评选的最热门影片之一 无论有多少人对这部部作品的诟病 但是却不能够抹杀每一位演员的努力 这篇他不在《春城晚报》当中的文章 以肖战演唱的主实为切入点 形容了肖战却如肖修竹一样 具有这样坚韧的品质值得别人学习 而作为云南非常有名的报刊《春城晚报》 在今日也发文鼓励肖战 作为小飞侠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春城晚报》发文以肖战演唱过的主实为切入点 形容肖战具有这样茂林修竹般的品质 那份如竹如实的坚韧品质 总有一天会拨开云雾见日出的 关注肖战的粉丝们大概都是发现了一个现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实情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相信正能量 选择为肖战发声 在昨天文章中小编就曾经说过 选择肖战喜欢肖战是对自己三观的认可与坚持 在面对这么多不正确对待的事情之上 拥有肖战这样的毅力和正确的三观 真的是非常积极相伤的一件事情 进化网络攻击安全的网络生态环境十分有必要 相信备受其害的艺人并不在少数 而渲染正能量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做的事情 许多人大概或多或少都能够列举喜欢肖战的一些原因 不过小编今天再也看到一位粉丝们列举了 整整几十条喜欢肖战的客观原因 并且一一例举举例 喜欢肖战在网友们心中的形象 确实足够优秀 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如果一般被网络暴力或者是抵制的话 那么更多的是害怕粉丝们跑路 毕竟爬墙这种事情并不稀奇 跟着肖战这次的经历 确实让很多小飞侠们感到害怕 害怕肖战跑路 这种心理相信只有小飞侠们最为清楚了 此外肖战代言的能力真的强 开小灶在美国秒授庆 看到粉丝们事先准备好一切 但是最后却还是没有抢到心爱的开小灶的时候 这个心情真的是又低落 但是又开心 低落的是自己没有抢到开小灶的新品自热火锅 开心的是肖战的影响力和热度 真的是一如既往 甚至比肖战还要好 要是肖战的代言能力究竟有多强呢 在国内上市的产品快速受情之外 就连在美国上市的开小灶 也被快速的抢攻 这样把热度和影响力带出国门的偶像 真的很少见 也足以看得出来了肖战的流量是多么的强悍 肖战作为开小灶的代言人的这段时间 不仅扩大了品牌知名度 品牌社的上半年生意较去年同期 也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而肖战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位列男明星带货Top1了 消费辐射力和带货直达指数都达到95以上 统一企业中国发布2020中期报告 其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 这商业价值简直真的做到了 走过的地方都变成了R&B 新冠引擎猛然爆发 全国经济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而开小灶不仅收入了1.7个亿 同比增长了15倍 各位是极其不容易的 很明显开小灶品牌的成功 这是源自于其代言人肖战巨大的影响力和人气 也是将粉丝经济用到极致的品牌点分 前几天开小灶就采用到通货市营 也推出肖战的新视频 肖战将于9月6号要约一个火锅局 新产品便是正宗的重庆牛油底料和麻辣牛肉火锅 引起粉丝们巨大的购买热情 由于之前有过预热 因此很多粉丝们都做好准备卡点开墙 结果仅仅三秒的时间 几万份开小灶新品就秒空了 这不得不敢看肖战的影响力 以及人气了 以及他的粉丝群体是多么的庞大 更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开小灶将市场扩大到国外 其新品首次登陆美国市场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连开小灶品牌自己都没有想到 肖战的号召力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开小灶产品上架之后竟然瞬间秒空 看来肖战不仅在国内 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一切都说明了 肖战已然摆脱了之前的风波影响 以更高的人气回到人生的征途中了 女儿盛开清风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好的肖战回归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